透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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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国企 国企 这个是什么呢? 现在我已经看到的 看到的场景就是 上次川普被暗杀那个时刻 记得拍照的那张照片 但是现在不一样我看到的照片 看到的照片是什么呢? 一个男的保镖在旗下面 还有一个女的在这里 窗口在中间 原来的照片是在中间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镜头是什么呢? 现在我看到的镜头是这样 现在我看到的镜头是 国企在这边 南保镖在这边 尼保镖在这边 川普没在里面 川普在远远的 像这个场外人一样的 在场外人一样的 像场外人一样的 是这样的动作 为什么变成这样的? 我们看下去 川普变成了场外人了 变成了场外人了 好像场外人关注着一件事情 现在川普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受害者 只是一个关切者 这件事情表示关切 是一个关切者 只是一个关切 只是一个关切者 只是一个关切者 是一个关切者 是一个关切者 他只是对这件事情表示关切 而不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场上 发出愤怒来 而不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 来发出愤怒来 现在是川普的 原来只是场外对这件事情表示关切 而不是一个受害者的 那种表达方式 这已经发出这种 这个表示的意思就是川普已经发出这种事情 已经看得很淡 看得很小了 看得很淡 看得很小了 一般人说的话 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话 这个会是把这个事情不断放大 可以不断放大 不断就团这个 川普没有 已经早就错出来了 只是对这件事其实表示关切 只是表示关切 已经远远地淡化了这件事 他要的是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而不是决限在这个镜头里面 川普早就 从第二天 就从这个镜头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了 这些美国人民要做更多的事情了 而不是在决限在这个镜头里面 那很多的美国人呢 就现在在这个镜头里面 表出了很大的愤怒了 很多的美国人表达这个愤怒了 越是美国人表达愤怒了 越是川普表辞 只表示关切一个绝外人的 人家觉得川普的形象很高啊 很高大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川普在电视大屏幕上 这个小现场 这个大屏幕 大屏幕川普在笑着 在放不了政见的时刻 就这次媒体那个画面 这次媒体那个画面 也就是说 只有真正的政治人物 真正的政治人物 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一般的耍小心眼的 根本没法做到这个 这个章也章得出来了 章也章得出来了 所以事后 那个川普在很多的场合 记得拆 跟他圈套以后 拆放了以后 他从来不强调 他是一个受害者 他只是 重点还是在 别人的政界 住不好 领导不好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 那个勾搭形象 就完全体现出来 人家一定比就出来了 今天干他这个画面是这样 好 好 再见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